大家好,我是郝广财 又到了世纪今日的时间 今天10月21号 要讲谁的故事呢 讲纳斯托普的故事 纳斯托普在这一天 接掌了世界最大的玩具公司 乐高的CEO 那他是原来乐高家族的人吗 不是 乐高家族长期是在克雷森斯坦 这个家族里 他们是丹麦的首富 你看做玩具做到全世界 这么大家都喜欢 才有机会做丹麦的首富 这真的很感人的故事 可是呢 为什么这个时间找纳斯托普来呢 他是一个外人 为什么给他接 因为乐高出问题了 像乐高这么大的公司 如果出问题一定是吗 一定是大洞 小洞就很容易过去 一定是大洞 然后通常这么大的家族 都是由自己的人来接班 出问题的时候 那纳斯托普不是这个家族的 而且他是怎么样让乐高翻转过来 又再度横扫全球 他怎么样把乐高以前的错误 这个削减 弥补 然后创造新的东西 真正的关键是他用故事来行销乐高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这故事很重要 因为它就是现在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台湾呢 这么多年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创意了 就是我们呢 长期讲究效率 可是在创意方面 在教育啊 社会上重视都不够 那可是我们一定要跨过这一层呢 才不会永远赚辛苦的钱 或者呢 即使辛苦赚了钱呢 缺乏乐趣 像乐高这个就非常棒 就是他用乐趣来赚钱 赚钱很有乐趣 那每个人呢 让他赚钱的时候 都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他给了我们很大的乐趣 就跟迪士尼一样 是一个贩卖梦想的王国 乐高是一个贩卖乐趣的王国 这一天的故事 就是要讲纳斯托普 怎么样用故事 把整个乐高呢 翻转过来 延续了我们童年的乐趣和梦想